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郭文汪又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 浪費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聘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就是世界時事都合一第一則新聞來自烏克蘭 烏克蘭可以說是蝶影蟲蟲 很多的西媒之前已經警告過澤連斯基 你政府裏面可能潛伏了大量的俄羅斯間諜或姦勢 你是擔任政府高官的位置 沒錯,想不到 澤連斯基就宣佈了一個決定 就是解除烏克蘭總檢察長的職務 再解除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局長的職務 這些不是勢官來的 是的 原來這次對於這兩名高級官員的免職 就可以看到 可能他們內部 真的很多人跟俄羅斯有 當然可能你又說是砌他生豬肉 這個不知道 但是證明了他也不是相信很多人 或者很多人不相信他 這是雙虎雙成 在講話當中 澤連斯基就說 兩位高級官員就是總檢察長 委內迪克托娃 和國家安全局局長 這些是大官 巴卡洛福 在講話當中 他就說對他們領導能力提出了很大的質疑 並且說這兩個部門當中 很多高級官員有跟俄羅斯勾結 涉嫌判割罪 這條罪很大 很大的 尤其是現在 打仗期間 如果是古代的話可能就用 不人道的手法把你搞定 說真的 官法處置 沒錯 澤連斯基就說 烏方已經對於這兩個部門 多位的高級官員 展開了幾百件 不是幾件 是幾百件 涉嫌叛國罪案件的調查 所以這次 維西梅可能說得沒錯 政府裏面可能潛伏了大量俄羅斯的 一些親俄人士 澤連斯基也說到今時今日為止 即是7月18日為止 已經有651宗 刑事訴訟紀錄在案 涉及 多個高級官員包括檢察官 辦公室 和他旗下的一些官員 審前調查機構 都是有 在內的 其他的執法機構 高官 亦都涉嫌犯 叛國罪 和勾結 俄羅斯等等的活動 想不到 因為他 開除的是重量級人物 澤連斯基就說 烏克蘭檢察官辦公室 和烏克蘭國家安全局 有60多名重要的官員 仍然留在被俄羅斯佔領的土地 從事對抗 烏克蘭本國的工作 真是刀砖個笨蛋頭 到處理邂連斯基 其實之前他開的會 經常在密室 看不到窗口的風景 可能他 真是有顧忌 因為他 這麼糟糕 我原來以為 沒事吧 在基庫自己的地方 你用什麼 擔心暴露 原來不是這麼多 都很粉 60多個 而且不是低層 扎尼斯基就说一系列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基础的罪行 以及乌克兰安全部队还有俄罗斯特种部队之间 有人是有联络做中间人 现在向各机构的负责人提出严重的问题并且撤查 他就强调上述所有问题将会得到一个似样的答复 不会不了了之一定会撤查清楚 并且进行进一步行动 安全部门和执法机构每一位公务员的具体行为和任何不作为都将会受到评估 对乌克兰执法机构的相应调查已经初见成效 并且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们看到原来47岁刚才被解决的那位阿哥 即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 很大观的 你记住是安全局局长 47岁 在扎连斯基还是一名喜剧演员的时候 原来一直陪在扎连斯基身边 很危险 我一听到会不会突然辣低他 当时这位卡巴洛夫负责扎连斯基所在的娱乐公司 19年卡巴洛夫的任命 受到了反对党的批评 就说好像他这样的背景的人不适宜担任乌克兰这么高层的领导人员 而且 他这个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最高的情报收集机构 很危险 而且你说 是他之前的 喜剧演员的这个娱乐公司的人 就这样听他又做了这个国家安全局的高官 有些群大 有些群大关系 会不会有 是咯 扎连斯基会找自己人祭旗呢 可能他难说 他说他不是直接 不是和普京的关系 但是可能 管不住下面的 或者是不知道下面的 那么大事 一名和扎连斯基亲近的乌克兰高级官员 曾经和媒体说 乌克兰的高级官员对于 巴卡洛夫 现在应该叫前 乌克兰安全局局长的工作 极其不满 现在采取措施 罢免他 很多乌克兰的 官员对他管理能力 不满认为他 就没有任何危机意识 我想是这样 可能他的部门出了很多 间谍 或者是一些养子 他自己管不了 解雇巴卡洛夫的风声 早已传出了 之前 美国媒体 6月底时 已经引述了 4名乌克兰高官和 一名西方外交官就说 扎连斯基 其实就打算 解除 巴卡洛夫的任命 消息也说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日常的活动 目前实际上是由 扎连斯基办公室指挥的 3月31日 扎连斯基曾经宣布 乌克兰两名高级安全官员因为叛国 而解除职务 而且是将军 是因为这件事 觉得 撑你 看不住的 当时就说 他说 我没有时间对所有叛徒 对付他们 但他们 都会逐渐受到惩罚 但你没有时间对付他们 他们可能有时间对付你 就是大事 目前 这位卡巴洛夫的继任人未知道 另外那位 委内迪克托娃 被解除职务之后 扎连斯基就任命副总检察长 西蒙廉科 是担任总检察长的 究竟这六十几个叛国罪的人 是什么人 还是未公开的 不过我 相信扎连斯基的处境 挺危险的 他们这么亲密的人都这么大事吗 不过自古以来也是 要扎迫皇帝 多数是至近之底的人 身边的人 是的 都是大缺 另外 有一则新闻 也是说一下 就是 又有 商业团体 要退出俄罗斯 刚刚 瑞典时装 零售巨头H&M 宣布 退出俄罗斯市场 自从俄乌冲突以来 一众西方企业就纷纷宣布 暂停在俄罗斯经营 或者完全撤出俄罗斯市场 H&M 其实三月初已经暂停了他们在俄罗斯的经营 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发了一份最新的声明 就说 H&M 集团 作出一个决定 就是 要退出俄罗斯市场 因为当前在俄罗斯的 营运挑战和不可预测的未来 没人知道 并且对于 俄罗斯业务没有办法继续和受到 影响的同事感到相当危险 H&M 的CEO 就是 Hemerson 就说经过仔细的考虑 隔于目前的状况 H&M 认为 俄罗斯继续 开展业务是不可能的 亦对深受影响的同事 感到万分地悲痛 并且非常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 还有奉献精神 另外 亦都要感谢俄罗斯的客户多年来的支持 说实在普京大帝 就算怎么样也好 也不关他们的事 我说H&M 的事情 但是没办法 你要政治正确 不然你就会被人批斗 只可以走 只可以走 声明亦都说 H&M 集团 计划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 暂时重新开放 俄罗斯实体庭 即是将 库存 就卖掉 清掉它 清掉它就算了 整个 清货的 预计 应该也很快 应该也很快 应该也不多 整个 说回是虧了多少 就1.9亿美金 也没办法 如果你不走的话 西方媒体怎会放过你 究竟有什么走错呢 就是大众 就是福斯 Fastwagon 还有就是苹果 宜加加斯 微软 IBM 显鹤 麦当当 还有 保时捷 丰田 H&M 在内的59家企业 都已经撤出俄罗斯市场 当然可乐也是 之前我们没有说过 有这个 Cocacola 它就叫 Cocola F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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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Fancy 一说逼就是street 都不要紧 反正 味道应该 他们就说差不多了 好 这是第一质新闻 第二质新闻 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 福斯 或者大众汽车 之前福斯 被西媒逼得很紧 又是说什么新疆 强迫劳动 迫白为人 为什么你还在这些地方开厂 更加是想逼他们 离开新疆 但是 即将离任的大众汽车 中国人号 括号 的CEO 就是冯思汗 我初以为是这个陈慧霖的弟弟 陈思汗 冯思汗 没听到这个 是的 他现在不做了多少 在和中国合作 伙伴 上汽集团 讨论之后 大众汽车决定继续 营运他们在新疆的 厂房 其实 说真的 这些经常说什么 强迫劳动 什么迫白 真的有什么实际证据呢 真心地说 经常只有Google map 就说这些就是集中营 很危险的 有 保安庭 这些都是 这些证据 没办法 冯思汗先生就说 上汽方面就说 如果大众汽车因为政治原因关闭 新疆工厂 将会是 币 带过利 当然了 本来 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走呢 不过没办法 有时候 如果好像H&M 为什么我要说H&M的新闻 就是政治压力太大 冯思汗就认为 关闭一间工厂之后 再重启另外一间工厂难度很大 他也说大众汽车计划 他们在新疆工厂 营运维持 比较低的水平 并且对公司董事 这个董事会 最近提名一名 人权专员到工厂 访问 是持开放态度 就是可以整个人权专员去 大众汽车对新疆工厂地位 做出最新的肯定的时候 这间公司在德国本土面临着 被德国媒体 这个德国之声每天都骂他 为什么不关了新疆工厂 在今年6月 德国政府 以所谓的人权问题为理由 拒绝为大众汽车 在华业务继续 逐保风险 保险 拒绝帮他们做逐保风险 另外一方面 德国 具有实力的 金属工人工会 也敦促大众汽车 就是福士 富士 希望他们重新考虑新疆的业务 面对来自德国本土和整个 西方舆论的压力 其实大众近期多次就新疆工厂 说明了他们的情况 今年4月大众汽车 不是 中国是整个大众 福士的CEO 迪斯也说 他们绝对确信 新疆的大众汽车工厂 不存在强迫劳动 今年6月的时候 迪斯在港道 新疆工厂时就说 这家工厂 有在于改善当地人的生活 其实上日真的是 给他一些工作机会 其实之前那些 培训职业培训也是 当然你们说到 迫他们学习 有一个技能 好过有极端思想 去极端化 这件事就是西方做得不好 搞到那么多大事件出来 迪斯也说 帮助当地人改善生活 他们建设 有着良好的愿景 即是中国政府 想令到一个 比较不算好发达的地区工业化 大众就想成为其中一部分 他也说 他每年都会从合作伙伴得到 几次有关于人权方面的信息 有30%的少数民族在新疆工厂工作 我们那里是有法律保障的 还有祈祷室的 我们要确保那里不存在强迫劳动 你们这些公司是否多数都是祈祷室的 是多数会有的 机场也有的 连这个 酒店也 特意会划一个 战好向着哪个方向 如果你来这里 你可以留意一下 新加坡也是 没有记错吗 新加坡也是 一点一点有 我不肯定是否全部都有 说回大众汽车 上海大众括号新疆汽车有限公司 是12年5月28日奠基的 13年8月29日正式开业并且投产 位于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 技术开发区 投团河区 是上汽大众在中国西部地区首个生产基地 亦是新疆首个 承用车生产基地 其实大众 有些更加过分就说大众你离开 中国市场 你知不知道这样对德国损失多大 有没有想过这些什么 你们的口 下巴轻轻 大众汽车上半年在中国 总共交付汽车量 有147万架 那么多 新能源汽车就超过 75900架 你回去吧 不要来这里 其实说这些所谓人权组织 其实是最不讲人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搞到人家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你很讲人权 对吧 不过他们就说这些是强迫老冬 证据在哪里 经常找个人出来在哭诉 要拿着张照片 拿着张照片 那个是谁来的 他在新疆很惨 怎样怎样 就是这样 还有什么 请问 这个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来自英国前首相贝利亚 贝利亚在一场公开活动当中就说 澳湖战争表明了世界处于历史转接点 西方主导政治和经济的时代 现在正在结束 中国崛起是本世纪最大的政治变化 而且地缘政治变化 就实力而言 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有英国媒体就解读 贝利亚敦促西方对抗中国 当然你可以无限解读的 贝利亚 就是在一场 支持欧美 结盟的论坛上表态 他的 题目就是 澳湖战争之后 西方领导人 是要 有什么教训 其实 贝利亚就说 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时代 可以 和苏联解体的 历史相提并论 只不过今次有点不同 因为西方没有占上风 在现代历史上 是的 不过其实 老实 说到 果然是前手上 前手上的老实 有什么问题 又赚到钱 又可以说真话 现在他们一一场 说真的 Boris Johnson 你不做了更好 演讲一下 这么辛苦 做什么 跟着你老爸去中国 踩单车更好 他老爸打算 要重走私囚之道 重走马可勃罗曾经走过的地方 Boris Johnson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香港住 是的 现在 贝利亚也说 在现代历史上 东西方 将首次是平起平坐的机会 世界至少是呈现两极化 也可能是多极化的 贝利亚也说 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就来自中国 而不是俄罗斯 他就认为 俄乌冲突已经辨明了 西方 不能指望中国按照他们的意图继续做 中国 取得 超级大角地位 是理所当然的 贝利亚 也同时认为 中国 不是苏联 我也觉得不是 我们早就说中国不同苏联 那些人说 我最记得这个花交台 阿桃经常说 桃君同说 苏联都一夜没了 但是苏联解体之前 人们很霉 排队买面包 但是中国 现在有疫情 之前是排队买奢侈品 是吗 现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 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 怎样是苏联可以比 是吗 苏联是很偏重于重工业和军工业 但是中国 有很多条腿 轻工业也相当发达 而且在供应链当中 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国家 这个没人 没人否认 上海风控他们 咬哗鬼叫你都知道 所以 经常说 中国很像苏联 有个人叫阿虚伯 阿辉伯 李登辉还说中国 是否好像变成狗筷 当然了 李登辉 可能已经 不知道是否化了灰土 中国还未分成狗筷 不知道狗筷是多少筷 我凭几句说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